因為從海上 從地中海過來 因為加薩走廊只有10公里的寬度 這邊從海上 這邊從陸地 空中一下 很快就可以把 整個的哈馬斯給剿滅 變成關門打狗在這邊了 所以如果是哈馬斯想往海上撤退 沒有 海上有 以色列的飛彈巡防艦在那邊 直接你想從海上走都沒有 變成封閉 整個封鎖 封鎖之後 海陸封鎖 空中攻擊 很清楚 至於地面要不要攻擊 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一次 為什麼炸這個意願他先甩鍋 先甩鍋 先否認 然後打這個迷糊戰 等到冷卻之後查出來了 事過境遷了 以色列在這一方面 他對媒體的運用是很厲害的 而且這一次 他這次屠殺 我認為有時候是為了掩飾 以色列這一次的防衛的失敗 因為這一次哈馬斯組織 對以色列的攻擊 千四百條 整個破了以色列五道防線 我們知道第一道防線是高甲 八公尺 我們都知道 第二道防線是鐵絲網 鐵絲網後來被輕易的破壞了 第三道防線是我們知道 就是監視哨 它的港哨 監視哨 一個連一個的 它還有我們講的電眼 電子化設備在那邊監控的 第三道防線 第四道防線 空曠地帶 因為空曠地帶是緩衝區 第五道防線 是以色列的應急作戰部隊 這個地面部隊 你看它的應急作戰部隊 還有機動打擊部隊 沒有 你看 那它現在很失敗了 後來要馬上實施這些報復 直接屠殺 轉移到它應變無能 你這個當初 你這五道防線都沒有守住 都不知道哈馬斯組織這一方面的 這種滲透攻擊跟飽和攻擊 都沒有算到嗎 以色列不是很厲害嗎 那另外伊朗呢 你覺得伊朗 但是伊朗呢 我認為它會受制於 美國的福特號 跟美國的艾森豪威爾 航母打擊群 它在那邊做駕壓 但是問題是 外面是外持啊 你被駕壓住外持 但是內部呢 伊斯蘭國會不會出來 對 會有這個樣子啊 在其他地方可能會不會 會不會遍地開花 在美國會不會遍地開花 在歐洲會不會看它 會不會遊行 會不會示威 會不會抗議 會不會綁架 會不會撕票 伊斯蘭國會出來 會不會開場破渡 會不會這個狀況 都有這方面的可能 我認為看起來好像 表現非常無事 可能暗地再來部署 什麼時候爆發 有這種可能性 我認為以巴衝突 如果真主黨架出 就變成以阿衝突 但是還不會以阿戰爭 我認為由以巴衝突 變成以阿的這種衝突 可能性不要完全排除了 因為貝魯特 因為真主黨 在北邊的蠢蠢欲動 有沒有這種可能 尼巴嫩 當然有這種可能 已經開始互轟了 對 互轟了嘛 所以會變成以阿的衝突 還不至於爆發以阿戰爭 我認為是這樣 但是問題死亡人數增加了 所以我倒認為 這個地面戰會不會開始 我認為只是規模問題 還有時間問題 地面上一定 而且以色列採取的是擴張戰略 每一次的這方面衝突 它就領土就增加了 它把它佔據之後 佔據之後 過沒多久 所以以同意這個看法嗎 它的軍事意圖 要擴大到 尼巴嫩 敘利亞 對 就藉由這個是 藉由這方面的衝突 尼巴衝突也好 或者是以阿衝突也好 就擴張了 你現在加上總統 它會向南方擴張 如果這個 尼巴嫩 真主黨 那它向北擴張 對它來講 是一個好的軍事機會 對吧 當然 它擴張了嘛 它利用這些時候 它找不到理由 你這是巴勒斯坦 給它一個創造的機會 尼巴嫩的真主黨 給它創造機會 它變成這樣 好 這個機會今天來了 那就是我擴張的時候 它現在是 2萬7千平方公里的國土 那將來是不是變成2萬8 它就利用這些事件 利用這些衝突 利用這些 它就擴張了 戰了 你可以注意看 那以色列戰慾之後 幾乎沒有 它不會還的啦 它不會還 對 以過世的情況來講 就是這樣 我就把它列為緩衝區 變成這樣 對 我們討論了很多 當然大家都是這個 以色列從它的國家利益出發 對 軍事利益出發 納坦亞胡從它的政治利益 政治生命出發 那平民百姓的利益 跟生命權在哪裡 岳老師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就是看了蠻難過的 對 非常難過 之前是俄羅斯提出的案子嘛 就四國否決嘛 先是俄羅斯提出這一次 對不對 對 俄羅斯提出的案子 包括什麼 包括就是人道物資救援等等 哪裡不對 就被否決 然後巴西再提案 巴西是個聯合國 現在輪值主席 他提案前 他打了個電話給王毅有沒有 跟中國商量一下 希望尋求中國大陸支持 然後俄羅斯的案子被否決 巴西又提案 巴西的提案是什麼 停火啊 停火哪裡不對嘛 結果12個安理會成員國 美國投贊成票 俄羅斯英國投棄權票 美國一票否決 一票否決 否決什麼 否決叫不要停火啦 這內容是要停火 美國投否決票喔 你沒有聽錯喔 向來強調這個人道啊 救援啊 什麼和平啊 婦女啊 強調老人啊 強調兒童啊 美國在這麼多屍體的面前 投下了否決票 繼續打 不能停火 然後呢 中方反應很強 震驚 難以置信 呼籲立刻停火 保護平民 然後這個消息傳出 包括加薩醫院被炸 包括這個投票之後呢 真的亂了 大批的抗議者 占領了美國國會大廈 就要求停火 那ABC的報導 大概有300名抗議者 最後被逮捕 所以這些一連串的訊息 當然拜登也在選啦 這個對拜登來講 算不算一道詛咒啊 整個事情他到以色列 大家都說是 其實是拜登的競選活動嘛 給他的猶太金主看的嘛 但是接下來呢 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拜登如果沒有拿出正確方案 會成為他2024年選舉的一個詛咒 所以這個否決票 就是他的正確方案嗎 我跟你講 這個聯合國 實在是太讓人失望了 因為他們投了兩次票 對 因為在發生這個醫院攻擊 死的這個 這個五六百人之前呢 是美國 英國 法國跟日本反對嘛 那其他的話呢 也向來都是少數啊 但是只要用 那這一次的話呢 有幾件事情非常特別 我因為我聽到了那個 巴西的主席講話 他非常遺憾啊 因為這種事情的話呢 你美國可以棄權 然後美國不但沒有棄權 還用一票否決 安理會一共才15國 12票都已經是贊成了巴西的提案 只有他一票反對 那這個說明了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美國真的是 死了心了要幹啊 完全不考慮到人什麼 人道主義啊 那個叫 他完全不考慮 你不停火 又沒有限制 然後醫院剛死了這麼多人 我覺得明顯的是 美國要把加薩 因為加薩一共就是 大概就是大安區就是360 就是22乘以7.8吧 就這樣的一個範圍 住了230萬人 是大安區的三倍密集啊 然後現在拆成兩部分 然後叫北加薩人往南加薩走的 同時呢 跟他講說你們逃過去就好 結果同時南北一起攻擊 這不是種族滅絕是什麼 是啊 然後理由不停火 所以第三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說 我曾經一直在想的問題 我還不忍心講 但是我現在發覺 美國人是以色列的兒子 我真的是覺得 以色列人真的是太 因為我們唯一要和平的方式 就是你強大到你的敵人 對你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原諒他 這是唯一的和平 那你現在這種情況 你不但不原諒 還不停火 那你真的讓人 都不曉得該怎麼辦好了 因為你今天這個投票的結果出來 以後聯合國沒用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